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女孩 到娱乐圈的一线女星 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着实不易 由于家境原因 赵丽颖在念完中专后 就出来赚钱谋生 出入社会的赵丽颖打过许多份工 且每一项工作都尽职尽责 经客人介绍 她得到了一份还算稳定 且收入还算高的工作 某天上班时电脑中 跳出一条选秀广告 条件相当不错 赵丽颖想尝试的念头 在心中悄然谋生 却因自身条件不断打退堂鼓 后来在同事的不断鼓励下 她决定放手一搏 没想到这一事还成功了 赵丽颖立马辞去工作 全心全意投入到这次选拔中 好在结果并没有令她失望 经过多期节目的历练 赵丽颖拿下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接下了贵族广告 而后更是成为画艺兄弟的旗下艺人 可谓是出道及巅峰 但谁都没有想到赵丽颖 却陷入了高开低走模式 一出道的她 并没有隐瞒想象中的大火 反而视默默当了 七年多的龙套演员 她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支撑 刚开始接触演戏时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拍摄时 被导演当场喊停 还当着剧组所有人的面骂她 你为什么要撅着一张嘴 像猪一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 赵丽颖不服但却不能反驳 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反驳 就连这个小角色都没有了 人家会说 你那些嘴味妙撅呢 像猪嘴一样 但是我就特别的 觉得特别的那个 脸就红了 就特别不好意思 又生气 又不敢吭声 后面拍摄公所沉香时 更是被导演当场羞辱 好不容易能够拿到女二角色 赵丽颖自然是十分欣喜 然而随即迎来了 一个巨大的男为情 她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亲密戏 对方是之前 完全不认识的朱子霄 而且拍摄期间并没有清场 作为刚入道的小演员 赵丽颖自然不敢提出太多要求 只能硬着头皮上 事后有人问导演为何当时不清场 导演也十分无所谓的 说了一句 忘了 其实是真的忘记了吗 名演人都知道 无非就是赵丽颖的名气不够大 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 因此导演自然 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赵丽颖和杨幂之间 究竟有何恩怨 都是娱乐圈当红小花 本应互相帮衬 而赵丽颖与杨幂两人 从未合作过 却闹得反目成仇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 赵丽颖在拍戏时 被粉丝误认成杨幂 于是便在微博上表示 我和杨幂长得并不像啊 为什么总会有人把我认成她啊 你们连自己的偶像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 难道大演书中分的 就都是杨幂吗 此话一出赵丽颖 立马被杨幂粉丝开队 称她连杨幂的一根手指 都比不上 赵丽颖也不甘示弱回复道 我是配不上 因为我可不是整容的 顿时全网哗然 当时杨幂活得比较早 因此有粉丝帮衬 而赵丽颖只能孤军奋战 当小时代官宣女主持杨幂时 赵丽颖转眼发表了 一张自己小时代风格的海报 称自己十分乐意尝试这个角色 而这也成为她的黑点之一 原以为赵丽颖红了之后 两人恩怨会再告一段落 却没想到依旧如此 2021年 杨幂在代言魔款手机时 跳了段舞蹈 于是粉丝纷纷呼吁品牌方 也出来跳段舞 结果手机品牌方 却用了赵丽颖匹插梗来回应 直接冲上了当日热榜 皮插梗式 赵丽颖回应外界怀孕仪式 发的微薄 结果在孩子生下 对一对日子直接打脸 原本也没什么 只不过用在这两人身上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很快赵丽颖 在为某品牌代言时 不甘示弱的内涵回去 在介绍手机壳时 特意强调这款手机壳相当防滑 不用担心会被打掉 还贴心模仿了一下动作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杨幂 当年伸手打掉 他人正在直播的手机 这一战两人都不甘示弱 如果说两人的恩怨 从十年前就结下了 那十年后的今天 依旧没能消停 当初杨幂因为公 和冯绍峰CP吵得沸沸扬扬 就在众人认为他们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 杨幂却与刘凯威官宣结婚 次年生下女儿 而冯绍峰多多转转多年之后 与赵丽颖因喜生情 也在婚后第二年生下儿子 就在全网等着他们举办婚礼时 两人却宣布离婚 赵丽颖为何不要孩子抚养权 她的经济状况比我好 赵丽颖回答出这短短的九个字 道尽了其中的心酸 她能够拥有今天的一切 全靠自己这些年的奋斗 虽然她成功了 但拥有的财力 始终无法与冯绍峰相比 单从家庭层面来看 冯绍峰已经远远超过她好几条街 更别说在后面的事业发展上 冯绍峰的起步 直接碾压赵丽颖 其次赵丽颖 如果把孩子带在身边 无疑是给自己增加难题 她要花更多的精力 去兼顾孩子 与事业势必不能做到平均 相比之下冯绍峰 会有更多时间去陪伴孩子 哪怕她不拍戏了 也有足够多的资金去抚养孩子 再者冯绍峰在娱乐圈 有一定的地位 根本不用怕陈契许久没戏拍 因此把孩子给冯绍峰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 还是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 赵丽颖的学历 在娱乐圈中 属于出了名的第一 只有中专毕业 而冯绍峰就不同 本科戏剧表演毕业 在赵丽颖出来 为了生计打拼的时候 冯绍峰还在享受校园生活 因此两人的精力眼界 自然是不同的 在教育孩子这方面 冯绍峰应该相对再行一些 也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而赵丽颖是圈内出了名的 平民三娘 如果把孩子带在身边 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疲惫 更多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原因 去忽略掉孩子的感受 往往会对孩子的身心 造成很大的影响 孩子的童年需要父母的陪伴 而相对赵丽颖来说 冯绍峰有更多的时间 去照顾孩子 无意来说 把孩子交给冯绍峰抚养 对于他们三者 都是最好的选择